流鼻血的话 比如说你Bi 你会流鼻血 可是不代表说你流鼻血 你就一定是Bi 不是这样的看法 已经发生了 你才知道说它是什么症状 可是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症状 然后你就来直接推算 它是什么癌症 不行的 你一定要做检查 所以这个也是每次我们在讲的 你不要去Google你的症状 没有用的 你最后找出来的都是癌症 你今天手麻 哇 嘲嘲嘲 哎呦 癌症了 你今天掉头发 嘲嘲嘲 哎呦 癌症了 你牙齦流血 啊 啊 血癌 那个嘴巴常常咬到 哎呦 口腔癌 这个通常都是错的 所以你不可以从症状 去推算你有什么癌症 不行 可是你可以去 以症状 来去作为一个 让你去做检查的契机 就提醒你去做检查 比如刚刚讲的那个流鼻血 你就要去看 你有没有就是住在工业区附近 有没有抽烟 有没有就是常常煮东西 是不是早上起来都会有鼻子鸣干的问题 用了那个Carrot Milk 就是萝卜先来 你常常有喝 哎 喝了之后还是一样会这样 还是一直会流鼻血 那时候你可能就去做个检查 这个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因为我从小就很容易流鼻血 高中的时候我也是有自己找过 为什么会流鼻血 什么什么 出来也是BI 这一个症状它可能代表着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你看流鼻血 它有可能是像我这样子 一个可怜虫 五六岁的时候就受伤 然后就也没有弄好 二三十岁的时候才把它给处理掉 还有什么 这有一个东西 各位你拿出你的手指 然后你这样子做 第一节 第一节 你这样子 如果说它是可以这样子 直直的 连在一起的话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如果 你的这个第一节 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增身 就好像鹰爪这样子 没有办法这样子平平地这样弄 它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脚这边会打开 如果 有这种情况 那么有可能算是癌症的一种症状 因为有一些癌症 它会刺激体内的生长激素 这个生长激素它刺激了 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你末端的肥大 这一边它可能就会吐起来 如果说有 那么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全身的 不只是厌血而已 这个是有道理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 促进这个生长激素的生成 所以造成末端的肥大 不是那种网路上面跟你讲 你看你那个横线 有一条横线 还是那个有一个直线 就代表说你的肝不好 你的肾不好 你的心不好 不是这种 如果说有些人 它可能是某一些病症 一些肿瘤 或者是用到一些药物 它影响到它的生长激素 过度生成 那么它也是有可能会形成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不一定是癌症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